6月28日昨夜精晨 首先是德甲收官 由于冠军败人已经提前夺冠 德甲莫伦的焦点就全部集中在欧冠争夺和宝级上面了 莱比锡、门星、勒沃库森全部都赢球 那排名就没变 勒沃库森不得不要从欧冠复加赛开始玩起了 宝级这边布莱梅主场大胜 终于得到了一张宝级复加赛的门票 而杜塞尔多夫白白葬送了大好形势 不得不降级了 再看西甲 巴萨各场2比2占平塞尔塔 没老板的700球是迟迟发育不出来 到时塞尔塔攻入板屏的第二球 任一球是进的是非常的鬼 这射门的线路真是极高一筹 塞尔塔甚至在94分钟的时候 还有机会绝杀巴萨 要不是进攻队员突然被无垒上身 巴萨输掉比赛的可能性极大 这场比赛极有可能成为本赛季戏甲的冠军转折点 而且这场比赛还是有五星体育和广东体育 进行了免费的电视直播 这个响哥曾经说过 感兴趣的可以翻看一下昨天的推荐视频 果不其然 后续跟上的曼联也没能应求 不多说 大家自己慢慢品 细品 以上便是昨夜今晨的响哥体育咨询 欢迎关注 谢谢